好,那最后的话,当然我希望就可以做到啦 就是说一键按下之后,他可以帮我把所有的资料都抓下来 然后并且呢,也帮我按照那个日期,帮我把资料最新的这一期 然后特别号加6个号码,OK那就列个表 然后并且把这个范围资料先定义一个名称,OK 那定义名称其实我觉得相当好用啦 我还蛮建议各位用第一名,不然的话你后续的东西都太混乱了 OK,而且公司太冗长 然后计算他的几率之后排名 那我们当然里面,这个地方当然原则上我是直接用Excel里面的公式啦 好处就是直接就直接就把公式丢进去就好了 那理论上因为资料量不多啦,所以其实也比较不会遇到说效率不脏 那当然未来如果说你那个资料很多的时候,就我们之前讲的 你可能还是需要 再把它改成用这个VBA的方式去run 那不过在Excel里面有这个Conif真的很方便 因为VBA里面要找到一个能够取代Conif的函数还真蛮困难的 OK 那其他还有这样排名也是一样 你要算排名 最后的话我们其实今天主要就是先 就是增加6个号码 6个按钮 然后呢就按下第1个按钮就是把结果又再重新 把它得到 然后当然如果你重新下载资料啦 就是可以把资料先产生之后 后面就很简单的,你要产生一个结果,看你要格式化呢 还是你要列一个排名 其实都是OK的 那至于说我这边的程式 加1啦 加1的意思是向下一列 所以K加1 所以如果假设有 我刚看一下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地方 我是判断说如果 他是空的话 那变成说如果 这个可能 如果有三个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 再想想看其他方法 因为如果刚好这两个同名的话 那这个部分是OK的 可是如果有三个同名的话 那变成说怎么样 你可能还要在这个地方 还要再去做一次判断 如果 下一个也是 所以这个可能再思考看看 如果假设啦 因为目前 两个同名次的几率是 比较高 但是如果三个同名次的 这个目前是还没有遇到 那所以目前这个是可以过关 但是如果有三个以上 同名的话 那你该 如何处理 这个可能再思考看看吧 那今天这个案例 也许就先讲到这里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你们就把它储存一下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先关掉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第三个单元的那个 我刚刚有提到那个范例 那个范例的话 理论上就是在云端百版里面的第三个单元 这个 利用那个外 这个外币汇率 然后呢 汇制那个折线图 另外的话呢 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的历史 他的历史资料里面 如果你要是抓 这个一个区间的话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那个网站上面 他提供的资料 是 一个用Post的方式传递的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大概先show一下 就最后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的话 第一个啦 我们先 先把这个资料先删掉好了 理论上这个有10个栏位 那我希望做到的是这样 就是在这边先帮我把资料下载下来 那下载练习的话 大概有两个来源 一个来源就是用那个开放资料的CSV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其实用CreateTable下载 就OK 而且他的效率其实还蛮快的 那我把它Ctrl向下看一下 他好像下载的范围是从哪一天 就从11月1号 一直到12月7号 所以是上个月 到这个月 就是这个应该是到 7号 等于是到是不是到 到今天 今天的汇率 今天汇率也有 然后 但是如果你要一个 你自己 想要选的一个历史范围的话 那就不能用那个刚刚讲的这个CSV档 那就是要用另外的网站 那个其交所的那个 外币汇率的网站 那如果我想要设一个 Range 然后当我输入那个Range 他自动抓那个Range的汇率的话 我想要分析 那该怎么做 第1个 第2个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汇率高高低低的 但你这样看数字也可以知道了 这个高这个低 可是问题喔 数字这么多 最好的方式是最好是帮我画一个那个 摄线图 比较OK吧 因为 摄线图最 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的横轴是时间 日期或时间 然后纵轴的话就是它的数量 然后我们如果后面下载资料之后 我需要画一个摄线 所以这个 这一题的练习 重点就是在那个后面的那个绘图 那绘图我希望呢 能够帮我绘一个摄线图放这里 那这边有几个重点 第1个 我要怎么样绘制折线图 第2个我怎么放在我指定的位置 比如说我放在M1好了 M1的这个 左上角 OK M1这个地方该如何表示 然后宽大概就是 你会发现刚好10个篮位 10个篮位宽 M到V这个地方刚好10个篮宽 列的话呢 刚好也是10列 这样比较好记 10乘10 这边刚好第10列 到这里 这一条就是第10列的位置 那如果画一个不够的话 那如果你想要画第2个 第2个的话是人民币 人民币对 新台币 那当然呢 如果你 我底下这边有个按钮 按下他 当然如果你放在同样的位置的话 会盖掉 所以我如果希望人民币帮我放在他下方 然后他的宽跟高 都一样 10乘10 然后位置的话 那这个 这个储存格 就是M11 所以M11的左上角 所以 这个地方就画一个 折线图 那如果全部的话呢 我先把它删除 大概有个删除功能 然后并且可以 把全部都 下载下来 OK 按下他 那每一个栏位的那个汇率呢 就通通 帮我 汇制出来 那我可以借由这个折线图去观察说 最近一个月的那个汇率波动 你可以看到美元 从最高 大概32块 32块多 一直往下滑 滑到今天 今天好像有稍微再回来 所以这几天其实已经下滑到 30块了 所以其实这个波动 还蛮大的 其他这个人民币 人民币的话也是有点类似的状况 那欧元对美元 等等的 各个汇率的观察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 我们可以把它删除掉 那后面当然我要练习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们现在的那个汇率范围是 11月到今天 11月1号到今天 可是那个 我后面想要换一下 换成 可能是在去年好了 比如去年的这个时间点 他汇率是怎么样 那如果你想要 去查询 我这边只有写一个 但这个是用Post的方式 就是 去抓那个 就是 奇交所那个网站 而且是传参数给他 那当然呢 你会想说是不是很复杂 其实是有点难 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 没办法理解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它 那个藏起来的那个参数 找到 然后并且把传送的方式改成Post就好了 OK 那比如说我想要查的是2021年的 哪一天呢 比如2021的假如说11月1号 假设只是年份不同 改成 这个2021的12月31号 比如说我设定 去年底 这两个月 那帮我 假设我给他日期了 他就帮我查回来 并且放在我现在的位置 OK 所以删掉旧的 查回来放过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我要的 2021 11月1号没错 然后到30 那为什么没有31 应该是礼拜六吧 礼拜六礼拜天 他 那个会市没开 所以没有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 去年怎么差这么多 去年的话你可以看到 哇 才27块多 所以如果你假设去年这个时间买美元的话 那当然简直赚翻了 OK 相差可能差10%以上 那所以你可以怎么 把那个 一样把折线图画出来 然后 画第二个 画全部 那一样可以把它删除 OK 那未来甚至呢 可以做什么变化呢 甚至可以做那个 就是 画两个 有没有 一个 两个 可以 刚刚是 从上到下 那现在的话可以改成 12345678 90 有没有 往右边这样画 一样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 就是换个方向去 绘制这个图 所以未来 当然你想要怎么去 放这个图 其实都是很弹性的 那有点像是那个Power BI的那个Dashboard概念 OK 那甚至呢 还可以跨 跨不同的工作表 比如说你 假设资料在这边 你想要 你不要放旁边 因为放旁边有点拥挤 你想要放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 当然也可以 只是说你要多一个 蓄持物件 去 跟他讲说哪一个地方 所以今天第1个 请各位先 一样 这个没有范例档 所以请你开一个空白的活页簿 那第2个的话呢 其实这个就是要自己先写 Visual Basic 那第1个程式就是先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我们首先第1个啦 我是希望抓什么 抓那个 就是 开放资料的这个 这个 所以这边有个外汇资料参考 那网址的话基本上 就是他这边有一个 检视资料 给我们的这一串 然后根本讲是big5 所以呢我们有这两个讯息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利用之前 其实几个方法啦 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如果是新的版本 当然你可以用那个新的版本 用 那个query实物件 不过我是觉得 我这边是有录下来啦 但相对的他的程式码 真的有时候会比较冗长 我已经尽可能把不需要的删掉了 但是还是感觉很冗长 另外可能还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录制 像上个礼拜好像有同学问的问题 就是他会新增一个查询 所以你如果说你要 再查询的话 你记得一定要先把旧的查询 旧的query一定要删掉 不然的话会出现那个查询重复的问题 所以理论上他那个 新的版本是这样 要先建一个查询 然后呢 再把资料查到记忆体里面 变成一个虚拟的 这个这个表格 然后呢 再利用什么 利用底下这边有个叫做ListObject 这边有个叫ListObject的 这个物件 有没有 去 把那个资料呢 再抓回来 抓的方法呢 就是用什么 用SQL 所以这边有个叫 Xl cmd 应该comment comment SQL 就用SQL语法 所以底下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们有学过那个SQL 应该可以看懂 这个是 select from哪个table 把资料抓下来 那当然啦 这个 看各位 我是建议 那如果你假设不想那么麻烦 你该用querytable 所以会下来 这个就是前面CSV的复习 所以这一段我把它Ctrl 所以其实 这边其实 我把这个先delete掉 你们等一下自己再贴上好了 这个可能改一下 还有这个地方 原则上就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你的网址 一个是你的编码方式 就这一段 汇率下载 Ctrl C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先 贴到那个模组里面的一个sub 那你就填上两个字 第一个的话是test的分号后面 给他这个网址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这个 这个分号后面 就是他的网址 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编码方式 当然如果是 65001是 UTF8 不过其实二选一啦 如果这个不对 那换下一个不就好了 执行看看 OK 乱码的 那没关系 你就把它改成什么 950 所以 反正不外乎 就是950 不外乎就是65001 所以这个可能数字 稍微记一下 OK 那就对了就是他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已经把资料下载下来了 所以你把它 Ctrl 向下看一下 12月7号 但是你可能要先 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日期 其实是给一个 不正确的一个资料 那什么叫不正确资料 各位可以发现 你把它拉宽一点 他这个时候呢 他的那个资料 是靠右对齐 而且中间没有斜线 所以显然 这个资料是一个数字 而不是一个日期 所以如果你将来 你希望拿这个来绘图 比如说你想 然后把这个范围资料 选 我是建议 向右 A1到B1 Ctrl 去的向下 理论上我们把它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图表的时候 建议图表 改成那个 折线图的画 我用 还有 资料标记的这个 理论上应该 帮我画出一个正确的 图出来 可是你会发现奇怪 为什么他画出来变这样 显然是他看不懂 这个资料 其实 不是 不是日期 如果日期他自动放横轴 纵轴自动放 那个 就是他的汇率 可是目前 为什么不知道 所以显然是需要修正 那第一个问题 汇率之后 你可能要想办法把它修正 修正方法 如果你是用 人工 就是用Excel里面那一件的话 可能你就要先插入一个栏位 然后在这边的话怎么样 把它 加个斜线吧 或者用 Test函数吧 或者是说 反正各种方法 或者是说你用什么 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用一个 叫做日期时间函数的Date 那跟他讲说 我的年 在这个 这个数字里面的哪个位置 那当然你位置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文字类函数里面的Late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是他的前 四个字 那就2022 他是他的年 那他的月的话 刚好是Mid 所以Mid函数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第五个字取两个字 OK 那就他的月 那日的话呢 就是用Rite R-I-G-H Rite 他的这个储存格 尾巴的两个字 那这样我就可以把 资料给切出来 那跟各位讲 这个Date函数是标准的日期 格式的一个函数 经过他帮你格式化的 资料 输出的话 那绝对是正正确的一个日期格式 所以你会发现他 显示出来就是年月日 中间加斜线 向下填满的话 应该就正常了 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资料呢 再放到这边来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Ctrl C 然后直接什么 Ctrl V贴 贴上的话呢 只有值就可以了 所以你这边贴上之后呢 把它改成 123这个 OK 那如果说你看到的结果贴上 奇怪为什么他结果不OK呢 因为他把格式呢 改成通用了 所以你再怎么样 把它按右键 除了格式 记得把通用格式改成日期 按个确定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个动作变成说 这个删掉 变成说这个有点像 图法链刚 所以 这个问题 假设你 很多资料 很多栏位要 这样处理 显然是没效率的 所以如果用VBA怎么做 也许各位可以想想看 所以第1个 我们可以先把资料汇进来 第2个的话解决日期问题 那这个日期问题 解决完之后你Ctrl 需不向右向下 就是 不是向右 选B1 A1 B1好了 这两个 那你再插入这个图表 那你会发现刚刚的问题 应该就不存在了 它画出来就OK 这样是没错 因为它横轴 它知道这个日期 所以把横轴放日期 纵轴就放它的汇率 画出来就是一个 这个正确的一个图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先把 资料先 这个 先用那个Excel 那我这边 是 建议啦 用那个Creditable Creditable还蛮好用的 OK 把它下载下来